黄亭之设计师带领华丽风格时尚的团队 精湛地掌握空间的美感 高度要求工程的品质 以及严谨组织的专案管理 是团队的三大坚持与要求 我想今天的屋主呢 它肯定是完美关头一到七 每一集它都有看过 因为赛车是它的热爱兴趣之一 那我在想如果设计师呢 在设计房子的时候 可以把屋主的兴趣跟嗜好 放到它的居家空间来 甚至呢从这个嗜好 延伸到其他周边的很多设计的话 那这个房子住起来 一定很有屋主个人的个性 还有屋主个人的味道 我们就来听听平之聊聊 今天怎么设计这个房子 平之说真的 我看过这么多房子啊 我有看过很多屋主 把兴趣放在居家空间 像有人喜欢烹饪 喜欢做点心 那有人喜欢做拼布 有人喜欢做包包 做手工艺 都各自会有一些区块 但是今天倒是 我第一次看到屋主的兴趣是赛车 对啊 因为当时在跟屋主沟通的时候 发现屋主他非常喜欢赛车的活动 那除了平常他会跟他的车友车队 去真的赛车场做一个 竞速的一个比赛 那他平常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会喜欢用这个赛车游戏 来练习自己开车的一个技巧 听说这个online game 可以跟全世界各地的车手 一起比赛的 对啊 那所以在这个居家空间里面 我们就专属了一个男主人的一个赛车活动区 然后刚好因为这个连接的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刚好屋主喜欢的这个冰箱的品牌 又有红色系的颜色 所以我们就延续了这个赛车的这个主题 到这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来 那整个空间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色彩的一个亮点 那在整体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是以一个比较时尚摩登的一个风格来做一个设计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我们延续像赛车这种比较有速度感 竞速啊 线条啊 对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应用延伸到天花板上面 所以天花板我们就很大胆地用一个弧形的一个流线感的一个造型 让整体空间比较呈现又有韵律感 又有活力的一个空间氛围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讲 你的房子的主题做得很好 很清晰 很个性 但格局一定要搭配嘛 如果你格局不好 你也做不出今天这样的感觉了 是啊 其实因为刚好就是屋主他家的人口也蛮简单的 所以其实他原来的格局是三房 那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两房而已 就是一间主卧室一间小清房的空间 那其实在另外一区就是说 从这个我们现在餐厨区 它原来是一字型的密闭式的厨房 我们就把它打开 隔间拿掉了 对 隔间拿掉 然后多设计现在这个中岛的一个空间 那一直到后面的这个主卧室跟主卧位于的部分 都把它放大放大放大 老实说照你这样子讲 这个房子几乎格局全部都动嘛 对啊 它是新房子打掉重练吗 没有 它其实是在就是屋主买预售屋的时候 就已经找我们来做客便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预售的阶段 我们就是把格局啦 开关插座啦 那哪边需要贴食材 哪边需要就是另外不想要建商付的建材的这个部分 都已经先跟建商说明过了 对 那所以在后面真的就是交屋之后进场装修 就节省蛮多时间 还有就是说还有钱的问题这样子 还有工啊 还有强强打打炒到邻居啊 是啊 就是至少前面的这些拆除的时间 大概就减少两个礼拜以上这样子 OK 所以今天这个房子也算是 如果你客边就找设计师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是啊 OK 我们真的平常很少看到 就是屋主的兴趣会是这么的清楚 而且是这么的鲜明 他喜欢赛车 我们就看看今天这个 以赛车为主题的一个时尚感空间 好 你知道吗 今天的电视主墙啊 我不敢直视它 因为直视这个电视主墙会有看万花洞 然后3D立体的效果 就是你只要你人一动的话 你觉得这电视墙是活的 是啊 因为其实这一次屋主 他给我蛮多功课跟挑战的 他当时就是跟我讲说 我这个电视墙我不要大理石 不要什么绷布绷皮啊 也不要线板啊 对 他都不要那些东西 他说你帮我想看看 其他就是更酷更炫的造型 然后不一样 然后要很special 然后要很独特的 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 精品时尚跟赛车 这样子的概念去来做结合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电视墙上 我们做一个复式造型的灯箱 底层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用输出的方式来搭配 所以底层的那个格子 很像赛车棋对不对 对 前面这层玻璃的话 就是应用像精品时尚的那种图腾感 然后让两个来做一个呼应的效果 所以其实刚刚倩云提到 就是说我们其实远看的时候 它是有点类似像万花筒 然后你随着人的移动的方式 看起来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这样 就觉得电视墙是活的 对啊 然后在外框的部分的话 我们又镶了一个斜角的黄金镜 那希望说在这个黑白的颜色里面 又有一些金色的颜色 能够让它的层次感更丰富 那而且又是导了一个斜角 所以其实从这样斜角的镜面 来看这个景象的时候 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 像这样的电视主墙 除了让大家有那种惊艳的效果之外 其实你也把屋主想要的展示的功能 我觉得非常巧妙 已经结合在电视主墙里面了 是啊 那今天的这个房子我想问 既然它在电视主墙 这么要求要不一样 我觉得它一定会要求 你天花板要不一样 对 所以屋主他又跟我提到说 他的天花板不想要那种 一般的那种富士天花的一个造型 不想绕一圈的间接成板灯 对 所以我们就从它的嗜好 跟这个精品的概念来做一个发想 所以天花板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很大胆 用弧形的一个造型 那加上说有一个速度感的一个线条 再搭配间接灯光的感觉 那让整个空间就是呈现有运绿感 又有活力的一个氛围 但是说真的 这样子的设计会让人家 完全分不清楚哪里有凉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公班 其实我也很感谢 因为其实在设计这个造型的时候 其实在曲面的部分是比较难去瞧那个角度 因为加上有曲面又有直线 然后在线条的部分 我们又用黄金比例的一个概念 来拿捏这个宽窄的部分 那所以在施工中的时候 其实公班真的是非常的棒 应该是叫苦连天啊 可是出来的效果真的蛮好 因为你会发现它有弧的地方 基本上它的梁柱都带过了 对 对不对 对 OK 像今天这样子的空间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还让我觉得在视觉的效果上 蛮符合屋主喜欢赛车的这个主题的 谢谢 钢廷之友说今天屋主给他很多的考验 包含说他家的东西要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要做得很有赛车性的主题 当然还有一个要求 他要书房 他要专属的游戏赛车区 可是空间又不可以浪费或double到太多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块 就是书房跟赛车的区块 我们做一个二合一的一个半高柜 那希望就是说在赛车区的部分呢 我们利用这个半高柜的一个设计方式 所以我们在中间砍了一个曲面电视的一个造型 那前面就直接放了这个赛车椅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它线路的部分通通都藏到柜体里面 所以在外露的部分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线路的 是干净俐落就赛车的座椅 搭上一个荧幕对不对 是啊 那另外一边呢 在另外一区的话就是设计这个长度够长的一个书桌 可以让男主人跟女主人随时在这个地方阅读或上网等等这样子 OK 可是我觉得书桌的这个桌面 对 也很有设计感 是啊 就是我们在它的桌面上 像我特地把男主人跟女主人它的这个英文名字 把它就是烤漆烤在它的这个桌面上面 更有专属感 是啊 好 那么书桌跟这样子的一个后方的墙面关系 我们就一定会想到 可能要给它一些收纳或展示的书櫃 不过今天的这个展示跟收纳的书櫃 做的也很有停滞的特色 因为我知道镜子对你来说已经玩到出神入化了 因为在这个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书櫃跟精品櫃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也是从大门进来的一个端景 那所以它其实除了就是书櫃或者是摆放精品的一个收纳之外 所以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做得更符合整体空间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是用两个fold字型 有点类似像速度感的一个这样子的延续性 作为这个精品櫃的一个设计 那表面的材质就是用黑镜跟灰镜的颜色去做穿插 那特别就是说在这个橙板上面的这个架构上来讲 还是倒了一个斜角 难就难在这里 对 倒了一个斜角然后又磨边 那所以其实我们从大门一进来看到这个精品櫃 除了就是说屋主的收藏之外 它这整个柜子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来看 接着下来我们要告诉你今天空间当中 在门片上面的设计也非常符合 你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给我们的一些线条流线跟速度感的设计概念 对啊 因为刚好就是这个书柜旁边L型的转角 它刚好是分别进入三个不同的桶间 一个校轻房 一间是主卧室 一间是公共的卫浴间 所以在表面上的话 我们就是沿用这个速度感跟韵律感的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在表面上我们就是用灰激跟烤漆的表现 然后加上它立体的凹凸不同的一个层次 那让这个壁面呈现更立体更丰富 那其实推开停支设计这样就要有速度跟流线感的门片之后 其实我们发现在主卧的空间 我觉得以这样子的评数来讲 你帮它规划的区块算很完整 对啊 因为虽然它的整体的空间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在主卧的区块我们还是把它分了四个架构 一进门的一个主卧的玄关区 还有主卧的睡眠区 那它还有一个专用的一个更衣间 还有卫浴室的部分 OK 那这整个空间我们先讲 一进门麻雀虽小 但端颈还是要做一个设计感 对啊 因为刚好这个主卧的这个端颈 如果说我们平常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它其实从宫领域的部分 这样子看进去的话 它也是一个造型 而且避开直接看到主卧睡眠区的这个部分 那在主卧的这个睡眠区的部分呢 在床头主墙的造型上 我们就是先用大块的弧形的一个绷皮来做一个区块 那在主要的这个床头板的部分呢 我们另外挑了另外一个颜色 然后做法又改变成一个拉转的做法 让它感觉比较像用一个活动式的床头片放在上面 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现场目座做给它的对不对 对 就争取了那个床头片的空间 更有精致的感觉了 是啊 好 那么它的更衣室啊 就是其实一进门往左边转就会看到 对 这更衣室也是麻雀虽小 但是女生会喜欢 当然啦 就是除了各式各样 像这个皮包啦 长短衣服 或是收纳衣服的这个收纳之外 我们还帮它规划一个明星般的一个化妆桌 梳化妆桌 这个是女生会喜欢的 对啊 那另外一个更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从更衣室的部分又进到竹卧卫浴的空间 其实是它是两个通道 就是一个是否竹卧卫浴的竹卧室使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公寓的方式来使用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屋主在科边的时候 就把它原来的砖通通都退掉 在规划的时候 它希望以五星级饭店这样的质感来做设计 所以砖的部分从墙壁到地平的部分 我们都是选择比较仿石纹的砖 再搭配上有金色系滚边的一个马赛克 然后在墙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整面的一个镜面 然后用有图腾跟不同的镜子去做穿插来搭配 显现它的这个精致感 所以开灯的时候那个镜柜真的好精致好美 因为屋主它希望天花板 各方面的造型能够更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们在天花板的部分 我们就会帮它搭配星星灯的照明方式 来增加这个公共喂鱼的一个气氛 我觉得当它夜晚的时候 这间变成主卧喂鱼的时候 光开那个星星灯 其实还蛮有氛围的啊 对啊 半夜上这首不用太亮 但是有feu就好了 是 OK 那接下来我带观众朋友去看的是餐厨区 好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餐厨区本身也蛮符合 今天这个空间当中 很爱赛车的这个主题 对啊 今天的空间里面啊 我觉得厨房跟这个男主人喜欢的这个赛车游戏区 其实它是蛮强烈的一个颜色 也比较少人会用红色去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对啊 因为其实刚好就是主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嗜好 那加上说他喜欢的冰箱品牌 也有红色系的这样的元素 所以我们就是串联这样子的赛车的主题 延续到这个开放式厨房的墙面来 我们就是用红色系的烤漆玻璃 酒红镜 还有就是黑镜跟灰镜的元素 然后也是用韵韵感的手法 作为这个表面的一个设计这样子 OK 这边还有一个新的材质对不对 对 就是在天花板的部分 因为屋主他也是提到说 他也不想要像流明天花那样子的规划 所以我们就选用像格子状的一个金属板 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厨房的一个天花板的一个材质 其实还蛮时尚感的 对啊 而且就是又好清理 OK 好 那么我们来问 就是刚刚你说这边本来是一个密闭的一字型厨房 是啊 整个把这个隔间拿掉之后 其实他们家并没有特别要摆餐桌 对啊 因为就是 就是家里人口也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是拿掉这个隔间之后 整个开放式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规划一个导台的空间 另外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转角的部分 其实里面内厨房都是厨房的机能收纳 所以这个导巴下面的功能也很强喔 对 就是L型的内角的部分是厨房的收纳 那其实这个外转角的部分 下面有一个从外开的一个转角柜 那这样的话在收纳空间可以充分地用 红色的餐厨区巧妙地跟赛车的颜色做了呼应 而你是不是也想问这开放性的厨房 油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没想到停止马上按下了电动的卷帘 当卷帘放下来也就可以阻挡油烟喔 其实在这次的案子设计上来讲 屋主给了我们很多不同的挑战 无论是在设计的层面还是施工的层面上面 比方说在这个弧形造型的天花板 除了这个弧形的工法 还有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隐藏这些洒水头 还有空调室内机的一个位置 还有就是投影机还有前方的一个投影布幕 希望在每一个机能上的位置 都能够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那另外在一些细节上面 像镜面跟烤漆玻璃 或者是在金属跟这个食材的一个收头收尾上面 也要必须考量得非常仔细 才能维持它的一个机能和美感 那另外就是说在窗帘面的部分 我们也特别选用一个比较流动感的一个图腾 来呼应整体比较时尚 还有这个韻律感的一个空间氛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